大家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福 每日一字鸡 鸡气的鸡,鸡汇的鸡 那右边这个鸡 几乎的鸡,几个的鸡 我们写过 大家再回想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凯书的写法 反正呢,这个也是 当做一个复习吧 但是写在这时候 这右边,不要写那么胖 写收一点 我们看这凯书的写法 两个凹 中间稍微有一个空间 等一下还有一笔 那这时候呢 可以先写下面或者先写这个 都行 你如果能够掌握 我觉得都可以 然后再一个点 一般呢,是这样 然后也有先写歌布的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稍微流畅一点 稍微流畅 笔顺都一样 我不要做太省略的 好,这里流畅一点 流畅一点 但是笔顺呢 我们这一次先写这个歌布 好,这里 然后这里呢 有时候这一撇就不要 甚至这一点都不要 要留意一下 好,再来我们就来做 比较行凯书的写法 行书啦 也不是,这已经是行凯 行书 这样写着太拥挤了 我们开始做蛮多的省略 再过来 好,这里 写的也成这样 好,没有了 好,然后这里连笔 这人字写成一个 这里有勾起来 然后这种写法呢 一般这一撇不要了 省略 不要说他写错了 这就是省略掉 因为笔号那么多 不会被误判 就这样 那再来就是张梦凤写法 来看一下 他这种写法笔顺要注意 先写这个 这个写笔 那他把这个横画 就取得很高 书画 稀一点 然后再重 带过来 左边他写的很轻 转折 注意看 先写横画之后 带过来 这一笔 再写这两撇 他不点这一点 可有可无 更省略 有时候他 有的时候没有 这留意一下 都可以 我们就不再重复写 再来 进入到草株 我们说底下这里 很像成功的城 那既然这样 就又把它写成成功的城字 常常这样 这种情况 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 左边的木字旁 没什么好省略 找写 这里 记住省略了 看一下 这里 然后底下呢 写成一个成功的城 不用拉很高 没关系 有的会拉高 但是不一定要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记住 这边也做省略了 好 然后呢 更继续省略下去 这边变成两点 不过呢 这种不建议 有的偶尔看到 这不常看 不常见 勉强 还可以 或者是不要两点 这里折一下 还比较好一点 注意一下 好